大家敢相信嗎? 在我身後15公里的距離 就是敘利亞了 在100阿玉 1點 狗云 3點 狗云 2點 狗云 1點 狗云 1點 狗云 2點 狗云 4點 狗云 对 善良 善良 5 6 11 12 12 13 15 GH 15 我给你的爱情的先人间 好 我们的餐点来啰 这两个又是都会有的小菜 然后跟面包 我点的是鸡肉烤串 我们发现这个鸡肉烤串是最好吃又最便宜的 看你的看起来很好吃 我今天点了一个特别的 翻译起来就是羊肉炖饭 来 先给你吃吃看 看起来很好吃 没有尝试过的 因为它们里面是有放它们那个很像香菜的菜 所以吃起来蛮清爽的 然后它的羊肉很好吃 它吃成一丝一丝的 可是我觉得不像炖饭 就是它没有那种炖饭比较湿的感觉 它是干的饭 比较偏向炒饭 可是它的饭粒 它义式炖饭那种比较硬一点点的 给大家看一下它里面的那个口感 饭粒是饱满的 来 试试看 很好吃耶 调味不会很重 因为你知道在中东这代 有时候你会担心说它们那个香料加很多 可是其实它吃起来口味不重 但是呢 你又有满满的香料的香气 饭粒真的是有点像炖饭的感觉 吃下去是有嚼劲有口感的 搭配上它的羊肉丝 我觉得是很好吃 这道真的不错 如果大家有来做的其他的话可以点 意识的风情 中东的抓饭 结合在一起 你点的这个是多少钱 45里拉 这样子就是80块左右 不错 划算 而且它们都会附很多面包啊沙拉 加起来其实是蛮划算的 我这个是比较贵的啦 这个是65里拉 但我觉得蛮好吃的 而且它羊肉给的蛮多的 嗯 刚吃饱饭 那一家真的蛮不错的哦 推荐推荐 但是没有冷气真的太热了 所以我们现在来咖啡厅休息一下 看起来很不错耶 对啊 它也是有一种洞穴感 这里 他们在餐厅进来的时候啊 或是离开的时候 都可以喷一下固容水 哦 很特别 在土耳其才有让自己身体 非常的香 就是说你进来这个餐厅 就符合他们餐厅的这个氛围 对对对 我跟你说 刚刚那间餐厅也有 其实他们大大小小的餐厅都有 不是说这边看起来比较高级怎么样 我们点了 这个是哈利瑞 就是他们店的招牌 另外一个是Rice Poutine 然后我又点了一个7 Mix Coffee 我们今天就是 完全都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我们就点了 然后我们也查不到这些是什么 所以就是直接盲吃 缺你也在盲吃 缺你缺你 这个不是吃的 这个不是吃的 她说这个是花做的 婚礼的时候他们会来喝的 淡淡的香味 就是有一种花香 但是淡淡的 然后还有一些 是中东这边香料的味道 我觉得还蛮好喝的 冰冰凉凉的 那我来吃这个 这是米布丁对不对 哇 你看它是 好像有两层这样 很明显可以吃到那个米的口感 就像很浓稠很浓稠的粥 可是是甜的 就一点淡淡的甜 不是说很浓烈的味道这样子 那这个 这是他们的招牌 哦它是这样子浓稠的 很像慕斯状 这感觉也好甜哦 我觉得它吃起来的口感 像是奶油 侧伦饼里面的那个奶油 但是它里面是有 核桃跟肉桂的味道 蛮好吃的 都没有说很甜 啊我不确定你觉得怎么样 可是我觉得还好 然后它带有一点那种 肉桂的香味 蛮好吃的 但是我觉得 这间店里面也是非常有特色 石头的洞穴造型 你摆了他们很多这种 传统的器具 来喝喝看他们的这个咖啡 七种不同的东西组成啦 包括土耳其咖啡 也有我们之前喝的 梅林吉克 还有这边 我们刚才看到的 Dibak 哦 蛮好喝的 它不会像我们之前喝的 那个梅林吉克 那么样的酷 对 味道那么强 但是它又有点 土耳其咖啡的感觉 整体的感觉是很滑顺的 很好喝 这个很好喝 香料的味道非常融烈 层次非常丰富的一杯咖啡 可是喝起来真的是咖啡 是咖啡 真的有土耳其咖啡的那种 基地在 我跟你说 这个里面真的看起来很浓稠 是已经像糖浆的感觉了 这个叫做Mura的咖啡 我来喝喝看 不行 真的 这太苦了 很浓 真的很苦很浓 这个不要尝试 这个我觉得你会吓到 被你讲的好可怕哦 你吃一口就好了 好可怕哦 好可怕哦 喝水 我真的没有喝过这么苦的咖啡 我觉得不算咖啡了啦 我觉得真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喝得爆耶 怎么弄出来的 后来我问老板 他说阿拉伯人都喜欢喝那种 疯了 这个超难喝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喜欢喝那种东西 那我想喝喝看这个 哦 我不太喝咖啡的 那它这杯真的蛮好喝的 它有咖啡的味道 但是又充满了其他的香料味 而且喝起来好绵密哦 老板跟着我们看 刚刚这个Mix的咖啡 就是用这个去泡的 泡法就是跟土耳其咖啡一样 那它里面应该就是加了一些香料 这家可以来吃他们的点心 然后喝个咖啡 但不要点那个苦咖啡 诶 可以来体验一下哦 如果大家想要体验看看 千所未有的苦感 我觉得很值得体验一下啊 我本来想说是不是可以苦到哪里去 你看它连太多古龙水 它到底是咖啡店还是古龙水店 对啊 它的古龙水 可能比它后面的咖啡罐还多了 诶 这边很多金银珠宝店诶 金市银市的店诶 对啊 为什么呢 大家这么爱这些金银珠宝诶 而且我刚才看了一下里面超多人 我觉得这边的饰品店啊 比便利商店还多 不是觉得是真的 下午漫步在马尔丁的街头 开心果 吃起来不冰诶 怎么会这样 蛤 你吃吃看 很不像冰淇淋诶 不冰淇淋 吃起来是甜点诶 吃起来很像米国丁 它是忘记冰了 它搞错ice cream的意思 它的味道是好吃的 它也是很甜哦 只是最神秘的地方就是它不冰 整个样子都看起来是冰淇淋 结果吃起来完全不是冰淇淋 因为我们现在都在它们的主街道上面啦 所以等一下我们可以往侧边进去 它们的巷弄里面探索 它们这边的香皂也很有名 对 而且你知道它们香皂啊 是什么做的吗 美丁菌 不是 你闻闻看 是什么 羊奶做的 这是 Lavender 这我看得出来 薰衣草 这边有一种讲法啊 就是说 如果你要确定这边的香皂 是真的羊奶做的啊 你就要店员吃给你看 这个是羊奶的香皂 这一个是驴奶的香皂 驴奶皂耶 你先闻闻看 没什么味道 它说有水的话香味就会出来 羊奶皂比较香一点啊 我觉得 听说这个卖很贵哦 台湾卖很贵 真的啊 那我们整间店买下来 整间店包起来 gold milk 吃 吃 ok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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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他说的药是你自己吃啦 我们今天住的饭店上面 也有一个露台 而且景观真的超级好 我现在身后啊 是城堡新增市 重点是我眼前的 哇哦 后面整片就是美索 布达米亚平原 而且大家敢相信吗 在我身后15公里的距离 就是叙利亚了 今天天气很好 我们从这边已经可以看到叙利亚的国土了 哇 真的是太不真实了 哇 我们刚才走一个小巷子上来 到这个高处 辽阔的视野 别太没了吧 我们走到一半就不自觉的停了下来 真的没办法 哇 各位你看看 两河流域 文明的起源就在这里 其实这个地方已经很接近叙利亚了 它就夹在叙利亚土耳其 跟伊拉克这个三国交界的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自古以来 也算是兵家必争之地 所以你看 马尔定这个名字 它其实就是在以前的亚述语 阿拉伯语里面 它的意思就是城堡的意思 所以你看上面这边就是城堡 在这个地方 就是能够一览无遗 周围有没有什么动静 想象一下我们现在 西元前 哇 站在这个地方 哪个地方有什么动静 一览无遗 难怪这个地方 需要盖这个城堡 现在2000年后来看 你觉得这个地方如何 还是很漂亮 跟我想的好不一样 就是一片荒凉的感觉 对 很沧桑荒凉 但是这个地方 它是底格里斯河 我们来到马尔定的路上 经过又法拉底河 这两条河流 就是共同灌溉了这边 整个肥沃月湾 讲到这边 我其实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马尔定 它是一座兼容并区的城市 这个地方居住人 大部分都是库德族人 嗯 那库德族人 本身呢 他们就是居住在伊拉克 伊朗 土耳其 叙利亚 这一代 他们其实跟土耳其人 跟阿拉伯人 他们其实都是和平共存在这边 甚至是这边啊 除了清真寺 经理学院这些伊斯坦教之外啊 也有一些像是叙利亚的这种基督教 大家都能够兼容并区在这边 和平共存 所以马尔定呢 又被称作是 和平之城 和谐之城 而且我觉得这座城市的人啊 比较有向心理 来的这两天 有特别多人会跟我们说 诶 欢迎来 然后说什么 马尔定很棒啊 欢迎你来啊 对 就是 他们以自己的城市为荣啦 毕竟你看这个地方 真的是 谁出一个转角 都是古迹 都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建筑 他们这边啊 真的是石雕的艺术 真的好漂亮 你说得很好 好 OK 那我们就继续了 往前走咯 你看这些民房啊 其实都是在这种 古色古香的石头堆砌而成 它这边也是一个山城啊 走进这个巷弄里面 上上下下错落有置 然后旁边呢 每一处转角呢 都有让你惊人的地方 其实你看我们现在距离 他们主要的街道 热闹的那一条 也没有多远 走上来几分钟 但是整个是不一样的风景 这边就是很民宅的感觉 中间沿路上就好多咖啡厅 餐厅啊 商店啊 他们这边的人 也都会在这边这样看风景 看过去就整片啦 你这心就很舒坦啦 6点半关门 从这边还是可以看到 里面一点点的景观啦 你会觉得很可惜吗 一点点可惜啦 但是其实里面这边啊 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它的建筑 那重点啊 这边的view 也是很棒的 好可惜哦 金学院没有开 不过已经有看到 这么漂亮的夕阳 已经很值得了吧 对啊 而且其实从外面 你就可以看到是很漂亮的 好 那我们就继续在探索这个古城 这个城市什么都好 唯一缺点就是要上上下下 有点太累 还有热 你看他们其实这边啊 都有卖那个红酒 Martin省份里面 其实很适合种红酒 葡萄酒 葡萄酒 现在要喝一杯 等一下晚上可以试试看啊 好 夕阳的时候啊 人们也都渐渐出来 可以看到很多人就是这样 虚假代卷出来 逛街 这城市大家都是傍晚才出来 动不动就三四十度的地方 还是夕阳的时候再出来比较好 这一区店家好像都关了 这边整个是街道全部进空 只剩我们 有些小店 我感觉这是他们平常生活的地方 不是那种卖观光客 一条街之隔就差了很多 在这里看着这个美丽的夕阳 美丽是我布丹米海平人的夕阳 我点的是土耳其红茶 在这边 配着夕阳看着萱尼塔 我们今天一整天呢 其实在这个小镇上面 就是走走逛逛啦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景点 就是可以去看一下他们的 金学院啊或是一些清真室 还有一个博物馆 不过因为我们 想说带着萱尼 他可能也没有太大兴趣 而且中午的时间太热了 我们就都在饭店里面 但是呢傍晚出来这样走 还是觉得非常非常的宜人 这个城镇呢给我的感觉就是 很适合在这边慢火的地方 如果你喜欢那一种 没有什么太多的观光客 喜欢自己跟自己对话 享受一杯红茶 看着夕阳 思考人生的话 你一定会很喜欢这个城市 而且它这边呢有很多 很特色的咖啡厅 餐厅 都可以在这边探索 我觉得住一个礼拜都不嫌多 他们是随时都是人手一贯 在路上没消费都可以擦古龙水 所以他们来说 就有点像是一个打招呼 就是开启一个 圆化的方式 因为它也不是卖古龙水的啊 对啊 太美妙也被人家擦了 对啊 所以应该是这样子 我们现在来到了 应该算是整个 Martin最高的餐厅 这边的景观 应该是不得了了 哇 哇 这里可以一目了然说 你看这个美索布达米亚平原 哪里就是有人 在这边吃晚餐 感觉很浪漫咯 我们在我们餐厅的顶楼 哇我跟你说 刚刚看到的啊 小case 这边真的超夸张 这边才是真的一望无际 对啊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现在就坐在这边 他们的屋顶 然后这个景色真的太壮观了 然后啊 你看后面 还有城堡 一软无疑 它也没有设什么座位 它就是放几个抱枕这样子 对啊 就可以坐在这边 然后现在凉风吹来 哦 好舒服哦 太棒了 太享受了 大家如果有来Martin 一定要来这个地方 而且这样子它不管给我吃什么 我都不在意 我们在Martin 跟大家咖啡 来Chinney 要不要喝一口 我们来喝喝看他们的红酒 因为这边很有名吗 我觉得它酒精的 就蒸溜的味道比较浓一点 我没有这么喜欢 老实说 因为它真的 比较强眼 大家早安 我们现在要来吃早餐咯 这边是吃Buffet哦 我觉得 整体 来说蛮好吃的 我带大家来看一下有什么东西 那它的餐厅也是在这种洞穴里面 这边有喜瑞儿 咖啡茶 一些果汁 那热食的部分就是马银薯 这是起司面包 薯条 水煮蛋 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 这边是甜点的部分 有一些蛋糕啊 米露丁 各种的酱料 橄榄 起司 整盘 烤蔬菜 水果 面包 餐点不是说特别多 但是也是蛮丰富的 烤蔬菜 诶 你怎么看 蛤 千尼看起来很傻眼 千尼可能还不太知道是什么商场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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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在check out之前啊 想说带大家来看一下他们的邮局 因为我听说这个邮局里面其实蛮漂亮的 而且就在我们的饭店旁边 所以想说趁着要离开之前 再带大家过去看一下 这一个就是邮局了 来到马尔丁千万不要错过 全土耳其最漂亮的邮局 PDD是他们国家的邮局 但是你看我身后这一个 是不是超像古蹟的 没错 他真的就是千年古蹟 让我们一起进去看看 thank you 因为这边的邮局很特别 所以还要付门票 我们进来啊 其实为了是给大家看这个 这个场景 很多人会在这边 白婚杀 因为这边很漂亮嘛 阶梯一路往上 然后旁边呢 都是这种非常漂亮的石雕建筑 好 我们走上来 这可惜了 因为现在Wendy在为Nene 但现在也很热啦 前面 哇 这个view 这边的view也超好的 直接看到圈底塔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餐厅 城堡 有点舍不得离开这边 真的很美 但是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们该前往下一个城市 帆城了 以上呢 就是我们在土耳其 Mardin的旅游影片 如果大家喜欢 这样子的内容的话 记得订阅我们频道 也不要忘记追踪我们FVIG 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影片 那我们就下一期见啰 拜拜 拜拜